馬上就要到無情節了 台南的幾年地震事務所 是提早來去辦慶祝活動 剛才是婚喪真女婚 給所來的路線動靈 和洽工的民眾以外 同時間在雙方便所來 來行設立行李用品的共享專科 希望可以提供給路線朋友 一個更加方便尊嚴的環境 為了要慶祝一種要來到的無情節 今天台南幾年地震事務所 特別在收入裡面的女廁 行設立了行李用品的共享專科 希望可以進一步 搭著進到優先的良心平定空間 最主要是想要提供說 在地震事務所除了我們地震業務 測量還有地價業務之外 還能夠提供一些軟性的 在那個設備上 能夠讓民眾如果有需求 都可以做使用 小紅帽計畫是提供了那個衛生棉 讓急需使用或者是說 臨時沒有 身邊沒有帶那個衛生棉的那個女性 能夠來跟我們洽索 可以看到便室的雞仔面臨 已經有放在了各種必要的心理用品 免費提供給所有的動員 也就是說辦公的民眾來做使用 尤其是朋友也會將用不到的衛生棉 放在這裡有需要的人 讓共享福的意義發揮到最大的好用 衛生棉及護墊是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生理用品 那歸人地震為了改善月經貧窮 及不平等的事情盡一份心力 有提供乾淨的生理用品讓女性取用 這是員工協助關懷 以及性別友善環境的一項貼心服務 那透過共享盒 我們女性同人如果萬一忘記帶衛生棉的時候呢 可以透過就從共享盒這邊呢 拿取衛生棉使用 那我們也可以把沒有用到的 或是尺寸不合的衛生棉放在共享盒 讓其他的同仁可以共享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貼心 非常友善的一個職場的活動 最後當天還特別準備了 寮寮來生來進行發送 希望可以在這個過節的進場 來提早感受到某某溫暖的氣氛 所有的路線朋友 都可以過一個開心的節日 接下來就請問貴林区採訪報道